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大家一直都在看人机大战 过了一个周末 你现在知道是多少比多少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一比三 人类真的赢了一次呀 是啊 机器也是有漏洞的 不过现在阿尔法狗 在全世界已经排名第四了 那还是第一呀 现在第一的是中国人 他叫柯杰 不过发明这个机器人的工程师说了 柯杰你准备好了吗 啊 七七人要打来中国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哎 只能拔岔头了 但是弟弟 不比 怎么会知道自己不行呢 那你情理区比呀 哎 你挑战我是不是 是 不跟你乱 西安 有个老奶奶 今年都一百岁了 八十岁开始 他突然喜欢上了画画 画了二十年呢 那谁教他呀 没有人教他自己学呗 画各种 画啊 鸟啊 虫啊 反正他就喜欢画 那他有谁才比吗 你以为就拟啊 别打岔 人家老奶奶眼睛都看不见了 他得用放大镜来地画画呢 所以呀 有梦想是最重要的 我的梦想是 什么时候 我才到八十岁呀 哈哈 你别碰我家好不好 而重新轮波还在继续 有一个旅游的地方 放着一块牌子 骑马一块钱 我有很多一块钱 不过不管你有多少一块钱 你爬上马你就得下来了 为什么 骑几分钟 你就得交几百块钱 啊 骗我钱呀 对啊 在这里骑马 骑一秒钟一块钱算的 你是一分钟有六十块钱了 你有那么多钱吗 没有 妈妈有 那妈妈也不会给你的 所以咯 大家不能轻易上当 明天9315了 你可以投诉 啊是的 啊好吧 儿童新轮波就到这里 我是小雅 明天见 我去投诉咯 我是小伙 拜拜 安童新闻联播 从宝宝加油 安童电台 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 敲包里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